宾夕法尼亚州 我们一提起这个地方就不得不调侃几句 要知道这可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的龙兴之地啊 拜登出生在宾州第六大城市斯克兰顿市 从小就在这片土地上蹦跋 2020年的大选 他也是靠着宾州的摇摆支持 一举夺得了总统宝座 宾州的选民那可真是给足了他面子 不过说起宾州对拜登的相议 我们只能摇头笑笑 眼看2024年大选在即 宾州并没有表现出继续支持拜登的打算 依然稳坐最多选举人票的摇摆州交易 美国大选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得摇摆州者得天下 2024年大选 特朗普在著名的七大摇摆州的民调目前领先 但拜登也不甘落后 携执政优势争取选民 我们可以想象 围绕摇摆州的争夺 必定是史上这场最分裂 最无趣 最烧钱 最动荡 最离谱选举的最焦灼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其中最关键的摇摆州 宾西法尼亚州的选情 拜登今年已经去了宾州八次 特朗普虽然前期被官司缠住手脚 也已经去了四次 最近还在那里开了竞选办公室 而与此相对应的 特朗普封口废案做出有罪裁定之后 拜登团队在宾州用这个案子大做广告 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一个重罪犯 特朗普也将计就计 用这个案子做广告 声称民主党操纵司法 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并且拿拜登儿子亨特的刑事案对冲 还拿拜登的诡异桥标签大做广告牌 但近期民调却显示重罪犯领先 这可急坏了瞌睡桥 也更难为了宾州选民 怎么才能选正常人做总统 怎么才能不经历这历史上最奇葩的选举 宾夕法尼亚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最早是瑞典殖民地 后来被英国夺走 1681年 英国国王将他授予威廉潘 由此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 宾夕法尼亚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 不仅在美国各州中居于前列 也是几个摇摆州中票数最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归属仍是未知 因此可能成为今年白宫竞选中最重要的摇摆州 截至2024年 美国进行了59次总统大选 拿下宾夕法尼亚州 而没有赢得全国大选的情况 只出现过10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遇得总统之位者必先得宾夕法尼亚州 在美国内战和罗斯福新政时期 宾夕法尼亚州一般支持共和党 1936年 该州转向支持民主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宾夕法尼亚州总体倾向于民主党 然而在最近几次选举中 宾夕法尼亚州多次摇摆 2016年 特朗普以0.7%的优势获胜 成为自1988年乔治·布什以来 首位赢得宾夕法尼亚州选举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2020年民主党卷土重来 乔拜登在该州以1.2%的优势击败特朗普 宾夕法尼亚州出现摇摆的原因 在于州内政治日益分裂 宾夕法尼亚州的总人口在美国居第五 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但不同族裔的人口变化和居住情况有所不同 对州内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宾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搬迁制 与其个人价值观和信仰相契合的地区居住 这一趋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那些被称为稳赢县的地方 即在这些县里 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普选中获得的得票率差距超过20% 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 极少数摇摆县成了决定全州的关键因素 宾州有三个重要的摇摆县 即伊利县、北安普顿县和卢泽恩县 他们占该州县总数的4.48% 人口占全州的7.05% 2020年 磕睡桥曾经赢得其中两个 但在近年来的各种民调中 摇摆县的立场让民主党心急如焚 1.伊利县 西北角的伊利县近年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横跳 曾两次支持前总统奥巴马 2016年 特朗普在该县以不到2000票的优势胜出 拜登在2020年以1.03%的优势赢得伊利县 只比特朗普多了不到1500票 欲拿下宾夕法尼亚州必须拿下伊利县 这已经成为共识 因此两党都在伊利县投入重金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最近还特意到伊利县社区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为拜登的教育政策做宣传 共和党则反唇相机 说第一夫人去伊利县 是因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 18至34岁人群中的民调数字惨不忍睹 宾州选民看穿了拜登绝望的谎言 并将在11月旗帜鲜明地支持特朗普 2.北安普顿县 北安普顿县成立于1752年 由伊斯顿和伯利恒这两座城市组成 北安普顿县的政治倾向 与宾州息息相关 几乎是该州的缩影 在过去100年里 赢得北安普顿县选民支持的候选人 几乎都能拿到宾州的选举人票 这些社区有大量没有上过大学的老年白人选民 曾在2016年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特朗普 虽然2020年拜登赢得了这个线 但目前选民普遍对拜登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3.卢泽恩县 卢泽恩县一直是移民政策冲突的热点地区 尤其是在该线第二大城市黑兹尔顿 在过去10年中 卢泽恩县一直是美国拉美裔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线之一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00年 2004年 2008年和2012年赢得了卢泽恩县 但特朗普两次以两位数的优势在该线获胜 民主党人并不指望能将卢泽恩县翻盘 但他们希望能限制共和党的上升势头 虽然在民主党人的努力下 特朗普在该线的胜率已经从2016年的19个百分点 下降到2020年的14个百分点 但拜登要最终取胜也绝非一事 目前来看 西班牙裔数量迅速增长 可能成为左右宾州2024年大选的关键因素 2020年人口普查 西班牙裔成为增长最多的族裔达到8.1% 以前西班牙裔一直倾向于民主党 但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开始 滑向共和党的越来越多 原因主要和经济形势有关 西班牙裔多从事低端工作 面临与非法移民的激烈竞争 民主党对非法移民大开绿灯 而特朗普的一个鲜明旗帜就是反移民 深得西班牙裔支持 另外 拜登在经济方面虽然天天吹嘘数字 但美国人的实际感受是另外一回事 贫困率较高的西班牙裔更有切服感受 因此可能会用选票对拜登和民主党说不 拜登政府对堕胎和LGBTQ问题全力支持 也让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西班牙裔无所失从 封口废案陪审团裁定特朗普34项罪名全部成立 但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案件只是一个政治斗争 因此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没有明显影响 就连宾州前州长埃德伦德尔谈到这个案子时都说 这会有影响 但影响相当小 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他不能纠缠这个问题 要想赢得选举得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些原因 要不要在选举中把封口废案作为攻击特朗普的一张牌 民主党颇费了一番思量 担心在这件事上用力过猛 会引起选民的反感 但是拜登竞选团队的一些重要人物认为 民主党应将特朗普的定罪 作为政治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经过反复商讨 现在决定把特朗普的重罪判决当作竞选的正式手段 而且给特朗普设了一个标签 被定罪的重罪犯 这一操作已经被美国用得出神入化 比如把反美武装定义成恐怖分子 大帽子一扣下来 前台词不言而喻 特朗普现在享受了这种待遇 宾夕法尼亚州的公路广告牌 近日出现很多竞选广告 问宾州人是否愿意把票投给一个重罪犯 针对重罪犯一词 特朗普来了个将计就计 也花钱做了很多户外广告 攻击该案是民主党对他的政治迫害 民主党今天这样对待我 明天就能这样对待你们老百姓 其团队还把焦点对准 拜登儿子亨特的刑事审判 亨特因2018年10月购买枪支 而面临三项重罪指控 另外他还被指控利用家族关系在国外做生意赚大钱 目前的民调显示 重罪犯在几乎所有民调议题上都比诡异桥更得人心 只有在堕胎等问题上落后 库克政治报告 美国共和党公司GS Strategy Group和民主党公司BSG 于5月底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特朗普在宾州的优势为3个百分点 在上届大选中 很多人是因为对特朗普不满才把票投给拜登 拜登执政这4年表现怎么样 美国人有切身体会 股市靠英伟达 苹果 微软等几个科技巨头拉涨 但美国老百姓实际感受的是卫生纸 农产品和肉类等生活产品 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超高 45%的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表示 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一年前更糟 摇摆州的选民们更关心与自己相关的经济 就业 通胀及移民等问题 以宾夕法尼亚为例 只有21%的选民认为 拜登执政有助于经济发展 却有47%的选民认为 特朗普执政将有助于经济发展 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们 对经济问题的感受更多来自切身体验 这和美国全国数据显示的繁荣趋势并不相关 自拜登于2021年第一季度上任以来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 增长了8%以上 但宾州等摇摆州的经济增长 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 宾州的这一次投票可能成为对拜登的一个信任表决 一些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又转向特朗普的想法 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埃德伦德尔 作为民主党大佬不断加油打气 声称拜登在该州的总体情况相当不错 我相信如果明天举行选举 他一定会获胜 但他也承认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面临的难题 不管怎么说81岁的瞌睡桥对决77岁的重罪犯 这场选举不仅是一场奇观 更是对美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得民心者得天下 而美国政客们若继续无视民心 终将沦为小丑 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们 深受高利率高通胀和物价高涨等问题困扰 生活压力巨大 投票给谁 既是表明他们对心目中理想执政者的选择 更是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一种不满和否定